較早前跟獲選本年度 和風傳奇人物之一的排舞老師余瑞森談過 了解他多年來揭移不捨 為不同社區慈善機構籌款的原因和感受 但為何他一直會忠誠於教授 和推廣排舞Line Dance這件事呢? 究竟排舞的好處和吸引力又在哪裏呢? 今天很高興繼續邀請到 有慈善舞后美語的排舞老師余瑞森 和我們聊聊天 對,歡迎你,Winnie Hello,你好 你不單是排舞老師,還是編舞老師 先跟我們說一下,我真是門外看 其實排舞,我看見一班人圍著 跟著音樂這樣跳 其實排舞是有什麼來的? 分不分什麼派別和級數? 排舞是國際性的 它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了 以前是屬於鄉堯 即是country,牛仔那些音樂 但近年已經什麼流行音樂都可以放下去 什麼國家的語言,泰文,日文 尤其是韓國歌 尤其是韓國歌 就是流行的音樂 我們世界上很多國際的排舞編讚師 他們就會放一些舞步進去 去配合音樂 當然要分初班,中班,高班 如果初班來說 你要聽音樂 是,OK 而且舞步比較簡單 還有什麼舞種都有 譬如國際的標準舞 拉丁舞 就算是青少年的hip hop jazz 現代舞 什麼舞步都有 譬如或者簡單來說 八拍為一個beat 除了華爾茲 Wals 六拍 即是一二三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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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我所知 除了譬如Opera 或者是樂曲 沒有得編舞之外 編不到排舞之外 其他什麼都可以 都可以的 譬如你cha-cha Rumba 我們最優勝是不需要partner 最特別之處就是不需要partner 可以自己跳 但可以跳到這麼多種類型的舞 譬如集體 我們什麼叫line 就是排著隊 通常你一定是一行行的 換句話說 你最少都有五個 五個至十個 是最少 這個是最少要求 但如果我的紀錄 我是一班試過教一百三十多人 這麼厲害 是 我就靠其他高班同學 在我們講 譬如我面向是十二點 三點、六點、九點 四個方向 都有同學站在這裡 你可以看 是 所以排舞其實 你是減壓的 是減壓的 是 你無論是教和學的人 譬如我做老師 你做同學 進來那個舞池 就是我們一個地方 你都要把開心不開心的東西放下 如果不是 大家都跳錯 明白明白 你不可以想別的東西 我覺得 變成你一個半小時或兩個小時之後 你對你最初 家裡或是有些不如意的事 你的想法會改掉 明白 我因為很深刻記憶 十幾年前 就是有太空人 即是家裡 即是有些先生在家裡 即是在香港 即是在香港 在香港或在中國 那些太太在這裡 她舞舞跳 她跟我說她會自殺 很熱鬱的可能 她令我深刻 很印象 這個給我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我猜不到可以幫到這些太太 明白 所以你說牌舞有什麼好處 第一就是減壓 你會手腳靈活 當然 我的學生 譬如說 走去冬天倒垃圾 拿著兩袋垃圾 跌都會平衡到 明白明白 即是非常開心 因為你聽到不同的音樂 音樂又可以一起跳舞 一起玩 一個是社交活動 你認識新朋友 對你的身心也很有健康 是 那麼你這麼久教了 其實你有沒有數過自己幾多學生 或者其實怎樣可以成為一個老師 要考牌的 不需要考牌 其實這個興趣活動 真的挺大眾化的 現在其實我想 我有很多酸酸塞塞都在教 徒酸塞都在教 為甚麼 因為現在近年來來說 很多宗教團體 他們的外展活動都加了這件事 是 我相信只有他們做義工 是嗎 我本來不知道 他們就問我 拿到音樂才知道 他們說我是在教會 或者是一些道場 在教會開班 對 接觸一些朋友 也好 推廣多些人 可以接觸到朋友 我非常高興 但是有時候他們認識我 我未必認識他 但是我覺得是非常多謝這班老師 都是老師來的 他都要付出時間 都要找很多資源去幫這班朋友 如果他們真的有興趣的時候 他們就會找一些專門一些的老師 就是上中學、大學 就像你那樣的高班 對 所以 你說他現在不是很輕排舞 我覺得不是 但只不過是轉了形式 現在多了很多事情 可以這樣說 是的 興趣活動太多了 而且有些朋友 他們都會去一些健康 就是做健身 對 那變成分散 各式其式 各式其式 你剛才提過 上班可能也要兩小時 要跳很多一隻 都挺辛苦 會不會 還是可以跳一隻都可以 不會 一隻很悶 不夠後 不夠後 你要聽不同的音樂 比如你首先要講解 老師講解步 是 然後開音樂 譬如一隻沒有有32 最少的16步 24步、32步 你可以先跳一個八拍 逐一點加上去 即是主要是16步、32步之間 輪流去 是的 最多是64 那隻64就開始難記了 100多步都有 那些就高班 其實還有很多變化 因為他們如果是上了 初班、中班 如果有了興趣 不會滿足 是 因為更多變化 更多步伐 更多步伐 差不多是 當著那隻音樂 來跳一個舞步 所以你也要參與編舞 用音樂來編一個 自己的舞步 我想我編舞 最集中是給初班 讓他們很快 首先有興趣 如果學極都不會 這樣沒什麼興趣 做了第二件事 明白 那你覺得未來 可以怎樣再推廣 多些人去學這個排舞 這麼好 這麼方便 又可以不用拍檔 都可以跳到 現在我都在多倫多 來講 都訓練了很多老師 培育了很多老師 就是我的高班學生出來 我很鼓勵他們這樣做 如果你是不同的階層 都是可以接觸排舞的 那我是一雙腳 我一雙腳 是 就是跳不到那麼多 我一定是靠我的團隊老師 一起去幫忙推廣 那這件事 就永遠都存在的 我覺得排舞 好 那今天謝謝Vinnie 希望你 越來越多人學排舞 更加可以推廣得多一點 好嗎 是的 大家一起享受排舞的樂趣 好 那今天謝謝Vinnie 謝謝 謝謝 剛才是跟有慈善舞后 美語的排舞老師余瑞森 跟我們的分享 如果未接觸過排舞 不妨嘗試一下排舞的樂趣 亦都希望大家 在繁忙的生活當中 培養出活躍健康的生活習慣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還有其他環節 稍後見